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人你还认得他吗 因为他真的瘦太多了 就是画面中左边这一位 他曾经是中国的首富 而且也曾经是华人圈的首富 但怎么突然就落寞了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王健林 他已经好几年 没有在大众面前公开亮相了 那最近曝光的这张照片 中国网友说 哇怎么瘦成这样 瘦到只剩下一个鼻子了 好那有人说 他到底这几年过得怎么样呢 其实万达集团 在过去几年呢 出现了这个财务危机 那王健林呢 他就不断的开始变卖 包括卖了15座的万达广场 还把这个电影的股份 都给出脱了来变现 那现在危机解除了吗 不晓得 因为你看看他的儿子 好像过得蛮滋润的 最近就被拍到说 他到日本去旅游 然后呢身边还有多名女伴陪同 这部分来请教一下真威姐 中国前首富怎么变这样 但儿子好像生活过得很不错 万达集团还有可能东山再起吗 我觉得杰宇你刚刚这个问题 让我想起了 眼见他楼起了 但是差一点楼塌了 现在未来还不知道 那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 在中国房地产纪 也剩下王健林 目前还健在 但是接下来发展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 question mark 但是很有趣 近期大概在4月9号 就上个月的9号 很多人怀疑 其实王健林应该有安全的活下来了 好 那你这个是怎么来了解 确定说这个讯号 第一件事情 当他儿子王思聪 他的啵啵啵啵 居然能够顺利的出境 到了这个东京 甚至要去他洛杉矶的豪宅 还有500多坪 里面旁边带了4个女朋友 帮他拎那个包包 他们那个洛杉矶的豪宅 外面还有那个Barkini 还有这个什么法达利 车权停在那里 好 这是一个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 老子还是留在这个中国 可是他儿子已经出关 这个隔壁 他的豪宅旁边还是一些 马云拥有的资产 雷迪嘎嘎 就知道说 第一件事情是不是 他已经度过他人生最难的一关 另外一个部分 他在上个月9号的时候 其实他在北京 这是很重要 也起给出 他的北京万达的这个总部 他那块地真的整个顺利处分出去 立刻600亿的人民币现金进来 我跟你讲 这一定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保密钱 所以你应该会想说 整体的你看中国的房地产界 全部下行 恒大不是爆掉吗 那个碧桂园不是迷迷茂茂 就他这个万达 现在一口上嘴 而且我跟你讲 我后来整理 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是果断杀法 卖卖卖 把他所有的核心资产 赚钱的资产 全部在过去的不到10年之间 全部砍掉 他最重要的保密符叫做 把所有的不动产 变成动产 全部变成现金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 王健林就算受股如财 又如何 他保密了 他是现在所有 中国房地产业界 我跟你讲 他甚至企图东山再起 我们一看 他是怎么个做法 他的过去这几年 你看他近期 他脱手的 15座万达的广场 万达广场 有点像我们台湾 像是麦当劳一些广场 你在哪个地方 最热闹的地方 你指标就是看 那个万达广场 在中国他去了哪些地方 市中心核心最赚钱就在那里 那他不仅脱手 成功脱手 而且他总共1300座电影 1300座的电影院 在全中国 全部在近期 全部卖给腾讯 我们必须要帮王杰廷讲一句话 他在怎样 儿子出境了 他人留在中国地方 只是他自己个人私产 现在这么多年 36年努力 现在几乎都变成了 共产党的党产 所以这就是他保密府 那我们看一下 他的那个发迹史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近期大家觉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房地产界大 很保密的缩影 你看他其实是1988年 他是大连王 他在大连那时候 他在那个西港市 总之他只是一个 人民政府里面的 一个办公室主任起家 决定在1988年 那时候进军 房地产 他怎么做呢 其实他只是在当地 做那个旧城改造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 这个围楼把它处理 他光那时候 后来接下来 他做得很好 品质很好 接下来就累积人生 第一桶金 好 几十亿人民币收进来 开始了 他不满足于 他只做 这个中国内地的 他觉得不行 我要这个王建林 我要做的是什么 我要做的是 全世界500强 来中国的时候 他必租的房地产 所以他开始做商业大楼 两届年 这就是他得势的年代 一路搞到 大概2013年 是他人生巅峰期 当时有3800多亿的资产 光是他 而且不断的扩张当中 那当时整个全中国 各地不是他去求 那些地方政府 是地方政府 求王建林 去他当地去盖 所谓的万打广场 因为我们刚刚就讲 他就讲的麦当劳 每个地方在全城市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标题 他在的地方 那个地方 城市就会蓬勃整齐 所以2013年 是他最得势 而且就在那一年 他变成了全中国 甚至一度成为 华人的首富 可是你会觉得 奇怪了 怎么后来 他的这个 开始没消没息 因为他在2015年的时候 前一堂的时候 人的眼睛 就长在头顶上了 他不仅要做 全球的声音 他甚至打算扩张到全世界 他当时洛杉矶 一堆豪材 就这么买来 你知道他当时怎么做 大量去杠杆 他中国内部 所有的银行 全部都要借钱给他 好极了 钱拿来 他去了哪里 去全世界布局 买了那个资产 他当时有点好聚 他的那个 万达怎么成功的 就是买买买 三个字 他拿中国的机 到国外去下蛋 这就是他后来 变成首富 而且被人家 叮上的主要原因 所以2017年 他开始发现 人生重大转折 中国有些人开始 就像对马云一样 全部攻击他 所以说2017年 他全部完全 就像拉链一样 闭嘴 拼命的卖卖卖 结果他卖掉的部分 时间能不能来得及 我跟你讲 你看一下 在这个情况之下 没错 他果然保留了一条命 那这几年来 他把所有核心伞 全部开完 在这个过程当中 终于留下他万达 现在他人 他受苦如采 可是人命还在 而且所握的现金 超过600多亿 接下来有不可能 登山再起 大家现在都有 很大的一个question mark 那接下来 你看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如何 我们看看下一张 这不是他王健林 单独的问题 但是他发现了 拼命在砍资产 但你可以看 砍了资产 谁就要离职 谁就没投入 就是百万的农民工 目前为止 你看他是不是 整个气息有回来 没有 你可以看到 在2020年 2022年的时候 其实他整体的农民工 居然减少了325万 但是如果是在去年 减少更多 那至少 你可以看到 650万人 全部通过 所以我们只能说 他留了一大笔钱 希望能够东山再起 但是近5年来 你可以看到房地产 中国房地产转机吗 没有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虽然拿回了600多亿 什么都不是 他儿子换出境了 但是老子又没有跟你拼了 有 他有一部分 你党产要我交的 我给你嘛 但是问题在于 接下来 如果整体的 中国的房地产 还没有起色 你留着这笔现金 反正留着活命 未来有没有机会 再东山再起 我们就要看 这历史的转折 能不能给王健林 最好的一个幸运 所以现在看起来 时事造英雄 但是还是要跟大环境有关系 我们就要看起来